MiuTV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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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早起床就收到這個很漂亮的花花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天的早晨 我會做一下我的護膚 因為我今早有個衣服 這次我會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衣服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覺得最完美的 最簡單的一個 Avocado Egg Toast 雖然是很簡單 但我也有些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去洗臉 早上起床 我多數都會用一個比較 柔軟的清潔面的方式 因為我們昨晚吃完妝後 已經做了潔面 所以現在就比較簡單 那我就會用這個 切麵粉 倒少許出來 然後呢 首先 加少許水 在手心裡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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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 輕輕地去 那為什麼我用洗麵粉 但是是因為我覺得很多洗麵膏 都比較 潔淨的能力 有時太強 臉會有一點稠稠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早上起床 其實不需要一些 那麼強清潔力的洗麵 所以我就會選擇一個 這個ILD的方法 還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次性的筋 因為其實我經常都要洗乾淨 外面的毛巾 不是太乾淨 那我這個 面紙 我覺得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因為其實 無論在家裡或是洗乾淨 都可以用到 稍微洗乾淨 其實這個過程很快 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 抹乾淨 還有一個法寶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 所謂的無奶眼 看上去是一張很普通的面紙 但是 現在我就用這個噴的 serum 放在這個上面 首先搖一搖 然後 就噴到完全濕透 記住是要完全濕透 這樣我就會把它敷在一個特別乾的位置 你看這個棉 它是可以這樣拉得很長的 這個棉 三塊就可以變成一張Mask 我平時這裡是最乾的棉 所以我就會放在我面的中間 這樣 是不是好像無奶意呢 所以它會這麼容易 其實我也會覺得 對了 其實非常之好 因為呢 你的皮膚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我待會的流程 我決定 移動去廳那裡做 好了 那我們呢 現在就走去廳那裡做我們的護膚流程 好 那首先呢 我就會塗這個 紅色山茶花 serum 其實它這個山茶花系列呢 有很多產品的 但是呢 我只是 展示給大家看 我真的 自己用了一段時間的產品 啊 還有講一下這個瓶呢 它是一個 環保的物料造 這個瓶蓋 它這個瓶呢 也比平時的瓶輕很多 所以其實是 由這個環保的概念在這裡 我自己都很支持的 現在呢 一拿出來 你看到它的蓋其實是這樣升起了 所以你一扭出來 就是這樣一泵 是不是很方便 一泵呢 剛剛好 我全面去用 那這個 serum就簡單塗了 塗完之後呢 我就有一個 法寶 我要分享給大家 那接著呢 我就會用這個 山茶花 cream 那 配合我的法寶 就是它了 是一個 大家現在看到很多很流行的一個trend 叫瓜沙 那其實呢 我就不是跟風的 我是很久之前 就已經開始用這個 瓜沙 那這個棒棒呢 其實它很厲害的 就是它一面呢 一面呢 一面呢 好像一支筆一樣 那這個量呢 其實我會用多一點點 因為你刮的時候呢 就會 smooth一點 順一點 全面去 塗 之後呢 用這個 這樣去刮 讓它呢 那個 抗衰老和 排毒 Lifting 的效果 更加 配合這個cream 去用呢 真的是一石二 那我最注重呢 就是眼這個位 可以 注重一下 去 循環 因為其實我經常都夜睡 所以呢 會有些血液循環的問題 都會有少許黑眼圈 那另外呢 我就會用這個頭 去按這個位 其實這個位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按到 一些淋巴結 那還有一個位 大家是經常都忽視的 就是那個額頭呢 其實我們這裡 是有一條很厲害的筋的 那這個筋呢 就厲害了 刮得多呢 額頭就沒有抬頭紋了 配合這個cream 其實是 就是 就算你剛剛上手 其實都會很容易去掌握到 Z字形的去刮它 其實平時呢 自己在家做這個都 五分鐘以內可以完成 其實都很方便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care 自己這個抬頭紋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用這個 礦衰老的cream 再加上這個 刮沙 其實真的代替了 我們平時在美容院做的事 因為其實這個呢 可以daily自己在家裏做的 那可以 其實可以再拿少少cream去 這樣按 按這個淋巴的位置 那這裡是很明顯 會有lifting的作用 連這個 大家最care的下落線 都會更加明顯 另外這個厲害了 我知道一出的時候 已經斷了火 所以我是托了很多的關係 才拿到回來 就是這個 No.1 紅色山茶花的噴毛 我們不是真的很多機會可以出街 但是 在家裏有時候都想切換一下 心情 想香一點 那我其實這個呢 我穿著睡衣都可以噴 因為它的味道是 淡淡的香味 但是又很refreshing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喜歡 而不是很濃的香水味 絕對是可以用這個miss 在家裏噴 還有這個No.5的hair mist 有些女生很難不喜歡洗頭 噴一下這個 絕對可以掩蓋了你所有不好聞的味道 剛才我不是說這個紅色山茶花系列 其實有很多product 其實它還有這個很好用的粉底 但是今天我會出去做事 所以我在家裏也不需要自己化妝 平時出街呢 我薄薄地塗一層這個粉底 其實都很natural 那好吧 我們去做我的 阿福卡道豆子 好了 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 多士了 那首先呢 就先煮了水 剛才我在洗面前 已經煮了這個 滾水 大家都懂得做流心蛋 應該不是 所以 我今天呢 選用這個 很出名的爛黃 雞蛋 那為什麼用它呢 是因為它的黃 流心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是特別 特別橙 特別黃 特別濃郁 那 首先 洗兩顆雞蛋先 好了 洗好了的雞蛋 放在滾水裡 時間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會用時間 滾水5分鐘 開始 切 阿福卡道 這個是 超簡單 我想都不用我教了 大人都吃的了 阿福卡道呢 因為這個是巨大的阿福卡道 那用一半就可以了 一半的阿福卡道 那 用手撕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這個阿福卡道夠滑 應該是很容易撕出來的 那待會我就會拌一些鹽和胡椒 那我用一個匙 把刀 拌爛它 其實這個拌呢 隨意就可以了 一個片都可以的 那這個呢 加鹽 速度一點去剁它就可以了 那另外吃阿福卡道呢 最一定要加的東西 就是 黑胡椒 不知道為什麼呢 總之它們就是很合 黑胡椒要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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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這個已經是 壓得碎了 可以放在多指上 我們這個蛋呢 剛剛好 完成了 我準備了一個冰水 那這個蛋呢 馬上放入冰水 然後我們十分鐘之後拿出來 這個包其實燙不燙都沒有所謂的 大家有些人喜歡吃脆一點 有些人喜歡吃麵 我喜歡烘一烘 那在我等下沒什麼做的時候 我都塗上這個完成膏 這個也是一個紅色的生產塊 是不是很潤 明明的又很自然 好 還有大家買牛油果呢 真的要神買 因為牛油果有些時候買到 打開 這裡不是有些黑色那些筋 那些牛油果是不漂亮的 一定要買這些 看起來很乾淨 然後那個 果肉呢 是刺得難 因為有時候牛油果很生 或者它不太漂亮 是刺的也刺不難 這個蛋呢 這個蛋呢 完成它是不是流心的時候了 我呢 一般怎樣 plate這個 很美的Avacado Toast呢 首先 當然是把Avacado放上去 這樣放上去 是不是很漂亮呢 Poast 我這裡就會稍微開一點洞 打開它讓它攤出來 這樣就 會漂亮一點了 這個Presentation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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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流出來的 那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些藍黃雞蛋 對 就是很橙色 那我就會 再加上去 就會 加一點點 Pepper 完成了這個原味的Avacado Toast 大家如果想看更多這個類型的影片 記得訂閱MuzeTV的頻道 拜拜